接下來就要告訴各位 我們在這個地震當中 所要學習的重點 我們就要分別一些名詞 它是什麼意思 這是一個地震的報告 它上面有顯示 圖上有顯示 叫鎮央 文字說它在什麼地方 鎮央在哪裡 還有一個鎮圓 地震的深度 還有介紹你規模 還有各地的最大鎮度 所以呢 有一個鎮圓深度 鎮央 然後呢 還有規模跟鎮度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名詞就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第一個要介紹的名詞叫做 鎮圓跟鎮央 剛才說為什麼會發生地震 因為地下產生斷層 那個斷層發生的地方叫做鎮圓 然後鎮圓 文言文說 它在地面的頭椅 白話文說垂直 地面那一點叫做鎮央 所以你可以曉得 鎮圓是在地底下的 鎮央是在地球表面的 看得出來嗎 中間這個距離叫做鎮圓深度 上一次 四川大地震的時候 記者在報 報了一個 剛發生沒多久 他就說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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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發生講一句話 叫做不知鎮圓處的傷亡如何 鎮圓處的傷亡也定是你們 因為你就沒有人 他想想什麼 鎮央處的傷亡如何 因為鎮央應該會傷亡 理論的傷亡比較大 所以要做鎮圓 所以第一個名詞分清楚什麼叫鎮圓 什麼叫鎮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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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要會的第一個 了解這個意思 好 然後呢根據鎮圓深度 我們把地震分作 淺圓中圓深圓 你不用背 你不需要背 國深叫深圓 國淺叫淺圓 還有人會分農叫做 極潛圓地震 還有人會分一個叫做極潛圓地震 你不用背它 有一個等一下你要知道就是 什麼樣的地震帶 會有什麼樣的地震 那件事要知道 至於多深叫深圓 多淺叫淺圓 你就不用背它了 你不需要背它 OK 不需要背它 你要背的是以後要教你 這個地震帶有什麼樣的地震 那個地震帶有什麼樣的地震 這件事要知道 不用背這個東西 OK 重點 Keyword 就是請你分清楚 什麼叫做正圓 什麼叫做正央 地下產生斷層的地方叫做正圓 正圓垂直地面內點叫做正央 正圓在地底下 正央在地球表面 就是我們要學會的第一組的名詞